注意看 它跳起来了 对 你没看错 立功了 它没有给任何天津机会 伟大的箭水鱼阿拉法 它继承了箭水鱼的光龙传统 这一刻 它被其他箭水鱼灵魂附体 它不是一条鱼在战斗 它不是一条鱼在 诶 看过了没有 没见过生娃呀 没见过这么生娃的 你 再表演一次 这些鱼啊 叫做箭水鱼 身体细长 它之所以会跳出水面 是为了把鱼软铲到树叶上 它们原产于亚马逊河流 当水位上涨的时候 它们就迎来了大型相亲现场 哎呀 像我这么空无有力的男朋友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呀 哎呦 像我这么婀娜多做的女朋友 大家来看看呀 于是 它们就结成了夫妇 然后啊 它们会火速找到 距离合适的树叶 调整好角度 跳跃到树叶上 雌鱼会迅速缠软 雄鱼则会拼命地伸着下巴和鱼鳍 增加树叶的摩擦力 抓住机会 施软受惊 为了软铺变成肝 雄鱼会不间断地往树叶上泼水 直到鱼软顺利孵化出新的小鱼 才会和此鱼过属于它们的二鱼世界 吃货就爱 浪你个菜